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我们演示下一个 移动光标的命令 这个时候因为我刚才特意在这地方写了一个行号 就是为了区分这是哪一行 那为了以后的方便 我们这地方想一个命令 就是显示这个行号 怎么显示一个行号 听我说按一下esc退出键 然后按住设计键 再加这个冒号键 然后写Site 控格NUMPER 这个时候呢 它就这样个行号加上12345对应在这边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也方便定位 一行有问题 好,行号显示完了以后呢 我再看一下这个删除 比如说我这一行我写写错了 我想删除怎么删呢 按入这个backspace 这个时候呢要请编辑状态 因为老师刚才按了删除呢 发现了它只是光标在移动 并没有删除针的内容 那要想删除呢还是一样按一下 I键 就是启动插入这种状态 对方已经变成了这种insert 这个时候呢按一下删除键 这样才能删除 好删除了 还有一种删除 这是删除光标前面的 还有一种删除是delete 按住delete键 它会删除后面的 好,再删一下 按住delete键 好,这两个演示完了 还有一个是光标的上下移动 k键和cntr p 啥是上下移动呢 这就上下移动 那上下移动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方向键上下 还有一种就是键盘的k 当然这个时候呢 老师按k的时候发现了 它是插入了 那我说的这种呢 是退出这种插入模式 怎么退出呢 按住ex esc键 好,这个时候按k键 是上 对吧 那再按住g 就那个g 对吧 g那个键 下 好 还有两个其他的快捷键 是cntrl加p cntrl加n 我们看一下cntrl加p 我现在按住了cntrl和p 它上移 好 那知道了这个功能呢 还有一个n是吧 那还有cntrl 下移 那这个功能呢 在有些时候呢 是非常有用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一个就是 嗯 光标下移按下键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敲一个回车 光标时候下移了 再敲一个回车 再下移了 那我想在这地方呢换个行 就数据换行 回车一下 没有换行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必须是编辑状态 那就是按一下r一键 因为insert以后呢 这地方呢一直是一个状态栏 那我在这一方呢 编辑状态以后呢 敲个回车 它现在换行了 再敲一个 换行了 好的 我们继续讲解一下下一个 那就是光标右移一个字符 我们看一下w按一下w看到没看到没 它这种呢是跳跃的 就是说有些手工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单词进行一个这样的跳跃 差点是非常快的 修改也非常快 再点一下 好 那还有一个是一个b是向左 好 现在我们跑到左边 然后我按一下b 他是一个逆向 我再按一下w 倒边 bb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e 它是将光标又移至自为 我们按一下e e e 然后还有一个under 还有这个doll 都是可以把光标移到巨尾 现在是巨头对吧 我想移到巨尾按一下按的键 巨尾了 再按一下HOME键 到航手 按的键 航墨 HOME键 航手 我们正好按一下 Dollar Shift 按住4 也到了航墨 好 我们也讲了 还有上翻页下翻页 上翻页下翻页 我们再多写一些内容 我们复制一下 按住右键 然后选择 粘贴选择内容 好 再粘贴选择内容 粘贴选择内容 再选择一下 好 我们按住推出键 保存退出 wq 再去打开 普通的打开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现在的这个数据呢 是很多了 我们继续显示这个行号 SET 空格 Number 好 现在就有了行号 这个时候 我们也试一下上页翻页效果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有18号 对吧 我们翻一下页 按住 PageDun 看到没 咋翻了一页 变到34了 再翻译一下 好 这我们上翻译 PageUp 好 这就是翻译 翻译呢 在这个 连语中经常用到 因为需要查一些东西 读一下代码 翻译是非常方便的 下面一个是光标移至DN首行 这个NG这个命令 好 我们现在也是想要把这个光标移到第五行 我们写个5 在大写的这 那光标呢 就移到了这个第五行 刚才老师操作的呢 我们现在移到第十一行吧 先写十一 我已经按十一了 紧急地按住设计键 再按字母J 再到了十一行 好 看下一个 N加光标移到下一下一N行 好 为了这个方便期间 我们 往下一吧 更方便 方便看一看 好 我们移上三行看一下 好 我按了个3 然后按个加 它是不是下一三行就变成4了 1加3 给你4 对吧 再移两行吧 2加 就移到了第六行 4加2给你6 对吧 好 我们再看往上移N行就是N减 我们往上移两行 那就是2减就移到了4 6减2等于4嘛 好 还有一个是大写的H光标移至屏幕的顶行 现在光标的这地方我们按一下H Shift加H 它移到了顶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大写的M光标移至屏幕中间行 我们按一下大写的M M就是model对吧 刚才那个手 手划就是hide对吧 头部 我们按一下Shift加M 它移到了中间行 因为总共18行中间行就是9 18除以2对吧 嗯 还有一个是L 以及到这个屏幕最后一行 这是一个屏幕 最后一行应该到这 对吧 按住像L大写L Shift加L 最后一行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屏幕 翻古的一些命令吧 这里面有一个Country加U 就是文件首翻半屏 这是尾翻半屏 这个意思 其实手就是向上 尾就是向下 好 我们先向下翻一下 Ctrl加D Ctrl加D 下翻 再按一下 下翻 下翻 看到这个翻呢 它都是以这种半屏 啥是半屏呢 就说是只翻一半 好 我们看一下 它为何叫这个半屏呢 就说有些时候 我们查看这个代码 可能我们只想看下面的一部分 并不想看全屏 对吧 也就是一屏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数字的变化 我们先我们首行向上翻看一下 这方还写成一个上下 比较好 好 我们保存一下Ctrl加U up 对吧 up 就是向上 看到没 它是从45跳到了这个36 就是总共是18 然后18除以29 所以半屏呢 就是45-9 跟36 对吧 好 还有一个就是向下 向下翻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D 那就是向上翻 然后再向下翻 我们看一下 先向下翻D 就是36加945 对吧 然后再加Uup 这就是up和down 对吧 down就是下45 然后up上36 这是一个半屏 好 那这地方呢 还有个首翻一屏 F和B 对吧 那这地方呢 还是写一下 这上下 这是上 那这地方标注一下 是up 这地方呢 是down 对吧 这地方是下 下是F 上是B 对吧 我们先上一下 看一下全屏 因为这一行是18个 上一下 Ctrl加B Ctrl加B 然后再下一下 自执 Ctrl加F 这就不多做解释了 它这个是刚才的那个两倍 考虑加B 考虑加F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一些删除的命令 比如说呢 我写了这一行 我发现比较乱 我想删除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是在退出模式下 就是说按了EXC以后 按个双击D和D字母 我现在按DD 看到没 这一行删除了 再删除一行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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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删除E行 那我想删除 那我想删除当前行 及其N减1行呢 其后的N减1行呢 是NDD 好 这个方法不太好看 我们到这个前面看一下 我们翻一下页 好 好 我想删除 这一行 以及下面两行 以及这些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删除4行 看一下 4 我按了个4 D D 看到没 删除了 这地方已经显示了 删除了4行 那还有一个是复制 还有个粘贴 YY是一个复制 P是一个粘贴 那我们尝试一下 我们呢 将这个显示全 这样呢 好看一点 我们现在呢 复制一个 马开通.com 好 我现在按一下 YY 发现我没有退出编辑模式 我们退出编辑模式 按一下 EFC 好 按YY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到下一行 按个P 按个P 它就复制了 按个P 它就复制了很多行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一些搜索 以及替换的一些命令 好 现在呢我想知道这个文件中啊 有没有这个一个单词 叫马开东 我们先按一下退出键 然后按一下斜杠 然后输入马开东 发现呢 他已经找到了马开东这个字符 那找到字符以后呢 我们想知道这里面有还有哪些马开东呢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按一个N键和大N键 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查找 按一下N键 小写 打出向下了 向下找这个马开东 我们再按大写的按键 它又回去了 小写的按键 大写的按键 这样子 小写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些变化 那我们按小写按键的时候 它是一个斜杠 那按大写按键的时候呢 它变成一个问号 这就是一个顺序和逆序的一个过程 好 这地方呢就不做讲解了 这地方就是一个呃 从尾部搜索和手部搜索一个区别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替换功能 它就是将这个当前行中的所有P1换为P2 就说将这个字符来换成这个字符 好 这地方呢我们还是以这一行为例 我们换一下 首先我们现在就以这一行为例 作为一个替换 退出一下 然后按住shift加冒号 然后s-马开东替换为我妹妹的名字 马彩虹-j回车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将这一行 变成了我妹妹的名字 将马开东替换为马彩虹 好 这个时候呢只是一个当前行的一个替换 那我想将这个呃 N1到N2行都替换怎么办呢 那也是一样的 那我将这个11行12行变成一个呃 都变成马彩虹 好怎么做呢 先退出冒号键 或者刚才我们的内容 然后这里方写个11行 12行回车 那么他就将这个 这两行内容都变成了马彩虹 将这个替换为这个 好 这会呢我们先替换回去 这会呢我们先做一个全部的替换 那我想把整个文件中都替换 怎么办呢 然后将这个呃 这个替换为这一个是所有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地方写一下 我们是将这个马开东替换成 马彩虹 将所有的马开东替换为马彩虹 好复制进了 整体 那么整个文件文件中呢 那我们现在呢将这个替换回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拷贝 我们还是把这个命令的行号显示出来 这个命令行的操作呢 就是说是做一个拷贝 是将这个呃 第二行第三行呢 拷贝到第十行 我们做一下 就是说将这个 第七第八行吧 拷到这个第十行 好 然后第七 看到没 这地方呢已经拷贝成功了 第七号 第八号内容是一样的 从这个 当然这个地方呢 是以第十行作为一个起始 那现在我们拷到这个 第七 第八 拷到这个第十五行吧 那他这个拷贝呢 还是以这个当前行号的一个末位开始 好 嗯 N1行到N2行之间的内容移到这个N3行 这地方呢相当于一个简贴 我们现在呢将这个 嗯 嗯 这地方呢 其实就是一些单词 那拷贝这地方就是哪个拷贝 对吧 他缩写CO 那这地方呢是move 移动的一个单词 那就是把这个 第十四行吧 和第十五行 然后移到这个 第六行吧 那看到没 就是将刚才第十七 十四十五行 移到了这个第六行 点到这地方 好 这是一个剪贴过程 他就是将这刚才那个 十四十五呢 是删除了 好 这地方还有一个是 嗯 删除这个 这些行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删除 嗯 六到八行的内容 删除这个六到八行的内容 然后删除 那我们删除六到八行内容 六 八 D D D就delete 对吧 已经删除了 好 这地方也做一个 就是delete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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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